謝謝 請招惠 我們今天主要單位的代表都邀上臺好不好 外交部、經濟部、談判辦公室、衛福部、農委會 還有秘書 各位長官好 你們都看過你們的報告 因為實在太短了 有的短到不得了 不到兩頁 然後看完我實在不知道 什麼叫做美國大選後台美經貿關係之走向 我看不到走向 為什麼 因為你們的結論只有一個 台美經貿關係穩固 這個美國歷任政府對台政策具有延續性及一致性 不至於影響這個選舉後的結果還有變化 這是你們的結論 所以 我不知道原來對你們來講 台美關係在美國大選過後幾乎是不受影響的 經貿方面也不受影響的 我不曉得是因為今天部長沒有來 所以你們都偷懶嗎 還是怎麼樣 這真的很誇張 經濟部的報告 兩頁 經濟部你們是經濟政策的主導者 而且結論就很簡單 反正不會有改變 美國對台的經貿戰略思維不會有太大變化 然後這個經貿談判辦公室的我覺得也更扯 你說這個TIFA過去到現在都有開 但過去四年沒有開啊 拜登上來 那個川普上來都沒有開啊 川普上來四年都沒有開耶 歐巴馬的時候開了四年 那你說這個政策沒有改變 那到底什麼叫改變 我看不懂 這是你們的報告啊 我必須講非常不負責任 敷衍了事 我不曉得是偷懶還是不想報告 如果不想報告就不要來 部長也不來 衛福部也是一樣 兩頁 當然你可以說你根本比較沒有關係 農委會也很扯 三四頁 然後裡面還在談BTA 你知道嗎 拜登上來要不要跟你談BTA啊 剛剛次長你說台美正在談判 請問在談什麼 第二個你又提到台美正在談BTA 請問有嗎 你剛剛是這樣講的耶 我在台下聽得嚇一跳耶 原來我們現在正在進行台美經貿談判 我們現在正在進行台美的BTA談判 是這樣嗎 那個跟委員 是這樣嗎 因為這個可能中間段落跳了 我沒有 我聽得很清楚啊 從那邊我們都聽得很清楚啊 我們都嚇一跳啊 台美在談判啊 台美現在在談判 你剛剛這樣回答的喔 李玉玲質詢你這樣回答 然後你還說 正在進行BTA的談判 如果 如果委員我剛剛真的是口誤了 我願意道歉 你口誤你就說口誤 真的是 這裡你要澄清為什麼 這是非常嚴重的事情 沒有錯 沒有錯 我完全同意你的講法 如果沒有的話 你要跟大家講 沒有 現在沒有在進行這個 頂多你們在進行對話 就是11月20號你要進行的對話 對我們是經濟繁榮夥伴對話 所以就是只有這個對話 好 回到你們都口徑一致講說 不會有什麼大的變化 是真的嗎 那我請教各位 請問川普政府跟拜登政府沒有差別嗎 就算拜登政府還沒有完全上任 你看他們的政見 眼睛看一下 Google一下 你都知道差別在哪裡 我跟你講最大的差別 一個退出TPP 一個準備回到TPP TPP是誰組建的 歐巴馬時代 歐巴馬時代 重返亞太 重返亞太 你們是負責擬定國家政策的 怎麼會荒謬到連這種大的趨勢走向 都不跟國人報告 川普擺明的就是退出TPP 才會有CPTPP嘛 才會有日本來主打嘛 現在換政府了 即將換政府了 CPTPP 你認為說 我們會比較有希望嗎 我跟各位報告 我們的判斷 英國可能要加入 美國可能要回來 你認為他有時間跟你台灣談嗎 我們是要過去幾年 你每次在審預算的時候 你們都說要編那個TPP的宣傳費用 CPTPP的宣傳費用 研究費用 我們都給你們 做了四年五年的 請問CPTPP的進度到哪裡 RCEP昨天簽了 CPTPP兩年前生效 我們的進度到底在哪裡 我沒有看到任何的進度 你們唯一在報告裡面 可以拿出來講的就是 台美高層經濟對話要舉行 但是對於我們有實際經貿影響的TPP 至今沒有召開 這個叫你們今天的報告 我真的看不下去 真的耶 這個報告真的就敷衍了耶 我看來很想把它丟掉 浪費我們的時間 真的是敷衍 也不負責任 兩頁三頁都在談一些 我坦白講 比我們自己去Google的資料還不如 完全沒有參考價值 完全不知道我們的方向 那我請教啊 請教一下 RCEP昨天簽嘛 我們有沒有做經濟評估 有沒有 請問對我們GDP的影響會幾% 對我們的投資影響會幾% 對我們在區域貿易的影響會幾% 增加減少 請問有沒有研究報告 我先跟那個委員報告 就是說 他簽了以後 其實我們也在等他簽訂的後面的細節 還沒有做 定向上面我們有分析 但是定量上 你們比方說要問到說GDP是多少% 對 等等的 這個需要要有實質 比方說降稅的狀況 等等 實際的條件出來以後 比較有可能做這個方向的評估 之前都沒有做過嗎 定向的有 方向上面的有 舉例來講 我想昨天 部長在接受記者訪問也都提到了 因為我們的電子產業其實 本來就零關稅影響不大 那比較影響大的 很可能會集中在 那個 市長 市長跟部長 你們的說法 某一部分正確 某一部分不講 我們都知道ITA WTO架構下ITA是全世界適用的 WTO會員國都適用了 今天不管你跟哪一個國家哪一個團體簽 那個效益都一樣 所以不要拿來騙人家說 RCEP底下 我們有70% 因為我們是WTO會員 是ITA的簽訂國 所以影響不大 那同樣的啊 你台美簽BTA 或者台灣加入CPTPP 這些也都WTO會員國 台美是ITA1ITA2的簽署國啦 所以都一樣 在那個區塊都是零關稅 但是你要知道 我們的傳統產業靠的就是關稅競爭 中南部的那些機械業 傳產提供我們大量就業的 就是他們 不見得是高科技喔 高科技可能資本密集 技術密集 技術密集 創新密集 但是提供我們就業的 每天在那邊跟關稅打拼的 跟匯率打拼的 叫我們的傳產 所以這是為什麼你需要去爭取 如果照你們的說法說 RCEP那個涵蓋率啊 我們關稅影響不大 對我們影響不大 那當初幹嘛把它列為你要爭取的對象 對不對 如果照我剛剛講那個WTO的邏輯 其實CPTPP你不加入影響也不大啊 那不能這樣講啊 對不對 兩個你們都要努力去爭取嘛 但我剛剛講的只是說 給你四年五年了 這兩個爭取到現在沒有半點進展啊 請問有進展嗎 不管是CPTPP RCEP我們的進展是什麼 有嗎 跟委員報告我想是這樣 RCEP今天已經昨天簽了以後 我想說我們沒有在裡面 這已經是事實 至於您剛才提到的就是 有關於一些傳統產業 這個部分確實關稅 對傳統產業來講 那是影響很大的啊 但是我也要跟委員報告 台灣的產業結構 也跟著我們的外貿環境 在做不同的調整啊 比方來講 我們也有一些產業 已經比方說我們要東協市場 也有部分的產業 其實是直接採取到東協國家 投資的方式 好 是啊 那如果照你這個邏輯喔 貿易條件跟投資條件 我覺得經濟部應該宣布放棄爭取 這麼難爭取兩個大的經濟整合嘛 對不對 因為今天你們都在辦公室講得很簡單 你知道傳產要轉型多困難嗎 你認為每一個傳產 每一個中小企業都如你嘴巴所講的說 轉型我們就轉型 當然不是啊 然後去國外投資 你不是希望大家回來投資 怎麼現在又說 你們可以到外地去投資 市長 不是每一個產業如你所講 都大到可以到國外去投資 都大到可以面臨所謂創新 或者傳產轉型的挑戰 不是這樣的 市長 如果這樣只是告訴大家政府在推脫 所有的產業環境變化 市長我跟你講 你先去把 你們先 有一件事情 既然你剛剛講 之前有做定向的 現在定量的沒有做 人家已經簽了 趕快 把那個評估報告 要GDP影響 貿易影響 貿易移轉 還有投資移轉的效益做出來吧 讓大家知道吧 因為很多產業 現在是要剩下蛋 你知道嗎 現在他還有兩年 有兩年 ratify的時間 RCEP有兩年 ratify的時間 對 2022 你這兩年 你不能說你都沒有任何因應 換那個外交部的次長 我時間到了 我請教外交部次長 你們 這個外交部 有沒有小編 有的 有沒有小編的team 應該是在國際傳播師裡面 在國傳師嗎 是的 確定嗎 多少人 編制多少人 報告委員 能不能請國傳師的 陳市長陳大使來 市長你不知道嗎 大概是六七個人左右 六七個人 對 全部在國傳師嗎 我的了解是的 市長是在國傳師嗎 這六七個小編全部在國傳師嗎 我跟委員報告 事實上我們在各個師處裡面 都有一個同仁在負責 等於是跟我們做聯繫 各個師處都有一個小編 對都有一個 然後總共幾個 你這各個師加起來十幾個 我們是一個team 一個team 剛剛他講六七個 六七個我們主要是在我們師裡面 沒有錯 所以六七個在你 你們師就六七個 然後各個師處又有一個 是這樣嗎 這樣是一二十個喔 委員他是看 這是很誇張的數量喔 委員他是看什麼議題 都是由我們外林人員在監辦這個業務的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說 是不是除了機要人員之外 也有其他的 我們所謂的 原本的公務人員 文官人員在執行小編的工作 我們是有 我們室裡面就有 我們室裡面負責的小編業務 都是外林人員 都是什麼 外林人員 好 那我再請教一下 據傳 國傳師 你們現在是在舊的新聞局這邊嗎 沒有我們已經搬了 已經搬了 搬了 什麼時候搬的 我們在10月23號搬的 就是今年10月23嗎 你們在搬之前有傳出消息說 是被逼著要離開行政院院本部 因為行政院的唐鳳 丁一鳴等人所帶領的一群編輯部隊要進駐 需要你們的空間 外面這樣傳 我要否認嗎 你要澄清嗎 我們只是受命 你們受 反正你們只是被逼著走就對了 被告知要被案 這倒不是說被逼 我想行政院它有一個整體規劃 我們是受命 當初我擔任過局長 我很清楚 國際處 新聞局的國際處 就是你們後來併入你們的國傳師 對不對 一直都在行政院院本部 也從來也沒有遇到說這個 空間不夠 行政院空間不夠 要趕國傳師走的事情 今年10月你們搬了 悄悄的搬了 聲音就出來的 是唐鳳這一些等人 所帶領的一群網軍 要進駐 要來打擊再來黨 是這樣嗎 委員我想行政院整體的 這個辦公室規劃 我們是 請給本席一個清楚的說明 謝謝 為什麼國傳師 要搬離行政院院本部 時間不夠 你給我一個書面的說明跟報告 為什麼國傳師 要被逼著搬開行政院的院本部 還有你們明年的預算 國家形象要升廣告計畫 2500萬 你們原本就已經有國情紀錄片 的預算 而且明年還比今年增加 為什麼明年還要新編這個2500萬 這是要拿來做圖嗎 沒有 我可以回應嗎 外交部在一起用書面報告好不好 還是到我們江委員辦公室去說明 簡單回應一下 我跟委員報告 因為今年各位都知道 整體的這個疫情的反應 我們台灣受到國際社會的肯定 這是一個很好的契機 所以這個計畫是要跟電視合作嗎 還是跟國際媒體合作 全部都是對外 全部都是對外的 不是對內的 絕對不是對內 我在這邊鄭重警告 請你們不要拿經費來做大內宣 國傳師外交部的業務 你們是做國際傳播 請把國際傳播做好 把你的本業做好 謝謝